不得不说谢太后也是个固执的人 若是他不固执的话 他也不会一心想要除掉皇后 但是也不能不承认 他也是个很清醒的人 他很清楚自己的儿子 确实没有做天下的那个能力 那个本事 太上皇以及自己的父亲 祖父三代皆是恭俭一生 总算是让大梁百姓得以温饱 可是先帝呢 仅仅二十来年 哦不仅仅十余年 就把祖祖辈辈所积累下来的金银财宝 全部都给败光了 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梁 给燕凤阳 现在的大梁皇位他很清楚 这可不是一块肥缺 而是一块烫手山芋 可是自家儿子不明白 他也不听劝 他这么固执自己该怎么办 太后娘娘 谢娘娘他出事了 正当太后苦恼不已的时候 门外响起了林公公的声音 虽然这个侄女已是成了个废子 但是她毕竟还是谢家女 什么事 她到底怎么了 据谢娘娘的侄女说 娘娘前几天开始不舒服 胸闷气短 今天一大早起来 她胸口有点疼 这一会儿疼得在地上打滚了 这么厉害 太后拧了拧眉 小林子 拿哀家的牌子 把汪太医叫去给她看看 是 这两三个月 冷宫天寒地冻 干不了奴活 痛死我了 娘亲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谢庆仪脸色苍白 一看就不是在装病 看着这个样子的谢庆仪 刘彩女心虚的不得了 虽然同为沸妃 但是人家有个太后姑母啊 而她什么都没有 想家 想娘啊 娘 我想你了 娘 救救我 一瞬间 这冷宫里头就热闹起来 汪太医来的时候 还以为这两个人都病了呢 是谁不舒服 小和立即迎上前来 汪太医 是我家小主不舒服 请你跟奴婢来